苗栗跟宜蘭 所以苗栗跟宜蘭的開頭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基本上一樣做那個超函數三米斧 那不過特別注意條件的話苗栗和宜蘭 其實這個地方條件它有兩個 苗栗和 貨宜蘭 應該是貨才對 所以其實如果他criter裡面有支援一個叫偶爾的話 挖虎你可以第一個條件 但問題他不支援 特別說沒有支援就是沒有 也就沒有這個功能 你這個主要 只能輸入一個條件 那如果第二個條件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再加 把它加在後面就好 所以如果說你有苗栗和宜蘭的話 那你可以先苗栗 苗栗 苗栗開頭的 那你這邊就要 那你可以 總共有苗栗1234個字 那你可以講1234 不過這樣好像很無聊 你乾脆用一個信號就好了 對不對 OK 所以都可以啦 可是你不要沒事用比較麻煩的方法 你就找一個簡單方法就好了 解決問題 很多 其實不止一個 但是你要想一個方法 對你來說是最好氣 而且又不容易做錯 那就是好方法 所以解決問題不是單單只有單一種方式 OK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那我這邊提出就是我覺得我自己用起來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也許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不過你可以再去用同樣的邏輯去試試看 那 苗栗 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 他就幫你找一下 然後找完之後幫你加這個範圍 所以苗栗就加出來30個人 職工人數 就是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加起來就30個 OK 那可是宜蘭怎麼辦 還有一個方法 他不支援 貨嘛 所以你可以加 加什麼 把這個公司 再複製起來 再貼到後面去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它改成宜蘭就好了 OK 不過 當然還好只有兩個縣市 如果你有10個縣市的話 那你就是 如果你只會這個方法 你就繼續加吧 OK 但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他比較彈心一點 因為你寫VBA 程式 我覺得比較 不用寫那麼多啦 但是還是要寫程式啦 反正這個你可以自己去 取捨用哪個方法比較簡單 好 42個 所以一樣的部分的話 我們 把它拖拉一個 按砍軸鍵拖拉 把它改成VBA 如果我這邊呢 要把它改VBA的話 那其實一樣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程式的話就寫在哪裡 記得喔 找到他自己的家 這個是011嘛 所以你就找到他自己的 專案在這裡 裡面沒有模組 所以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怎麼寫喔 其實特別注意喔 For i 等於 什麼呢 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如果 開頭是苗栗 或者宜蘭的話 那就幫我把B蘭給加在一起 最後輸出到第2的儲存 這感覺好像跟剛剛寫過很類似 所以其實很類似的話 教過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複字 切過來會改吧 然後名稱改一下 改這個名稱 所以一名稱不要一樣 貼上去 就是這個 OK 把產線人員 改成這個 2的話呢 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要不要改 不要 那也是不用 如果前面兩個字是什麼 是苗栗 所以你就講 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苗栗 但是宜蘭怎麼辦 很簡單 如果在那個 Eseal裡面 沒有支援 但是VBA有沒有支援 有 你就再打一個或 偶栗 有沒有 然後把這一段程式 摳到這邊後面來 Ctrl 按住拖拉 這邊改成什麼 宜蘭就好了 OK 所以這邊改宜蘭 開頭是 苗栗 或開頭是宜蘭的話 那怎麼樣呢 就幫我把 他的 B蘭 本來那個是 C蘭呢把他的B蘭幫我擂加起來 那最後的話一樣都放在sum 那幫我把結果怎麼樣 sum的結果丟到哪裡呢 剛剛丟到 1 2現在改成什麼 D2 程式寫完了 所以 以後的話 我是建議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是 還是沒有辦法自己寫的很順暢的話 沒關係 至少你會call吧 會改吧 你至少看得懂要改什麼吧 所以有很多同學 我發現以前 他們 說受惠最多的 就是我的範本 他說老師我都 偷用你的範本 我說不用偷啦 你大方拿去用沒有關係 你剛開始用改的也沒關係 反正 改到之後 他已經慢慢熟悉了 已經進入狀況之後呢 他就慢慢會自己寫了 那倒也無妨 因為沒有人那麼厲害啦 除非說你本身就對這個有一點 這個經驗 不然的話 一般人說真的要自己從頭打到尾 要沒有錯 倒也是有點困難 不過 至少 但是你要 至少要想一個方法 因為這種東西 如果你要真的學到 能夠用得很熟 並且變成你的 技能 跟你的專業 我跟各位講 這條路其實還是有點漫長的 絕對不可能說 你現在學馬上會 如果你現在學馬上會 這個就不是專業了 也沒什麼了 你可以不用學了 你就不用太花時間學 因為這東西 就太難學了嘛 所以我也 實在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速成 那你 你可能要學別的了 這東西應該沒辦法速成 而且很多人學了很多年 還在原地踏步 OK 應該我想 而且很多人買了很多書 我去看半天 看了很久 最後還是決定來報名上課 然後他給我的心得說 老師 聽你上課 聽個一次兩次 比我這邊看書 買再多書 還更有用 因為書裡面都 我看半天 還是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呢 實際上上課 馬上跟你講 怎麼做 所以我後來 強調的 還是實作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看書 你們都看很多了 而且都看得懂 但是卻做不出來的 非常多 OK 常常每 每一期的上課同學 都有同樣的問題 都很會看 都書買很多 但是 不見得 寫得出來 那我其實我重點 就跟各位講說 我是提供給你一個 我覺得 比較 方便的一種 寫作方法 OK 至於說將來 你要怎麼去改寫 沒關係 你只要熟練就好了 你就在工作上 懂得去用 比較重要 所以剛剛這一段程式 其實不是重寫 直接拿來修改就好了 改哪些地方 改這裡 OK 所以至少 你將來 也不管怎麼樣 你至少要有 看懂程式 貼對地方 而且能夠有修改能力 其實 也就算 不錯 不要說 連貼 連開 開個模組 還有放 放地方 都不會 那當然 就會是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一題 那個 苗栗跟宜蘭總人數 視作看看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可以再看 009 這一題 這一題呢 為什麼擺在後面呢 因為呢 他是這 這三題裡面 最困難的 怎麼說最困難呢 因為 我這邊有這麼多人的薪資 我要找出這麼多人的薪資 裡面 最 高的 三個 跟最 低的三個 來幫我加總起來 加總 那你想說 第一個 我可以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排序 對不對 排序呢 我可以先A到 Z或D到A 然後排完之後呢 排完之後你要手動 還是要看 還是要再加 那如果假設 我不希望你用排序的 因為你排序會亂掉 OK 如果不要排序 那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 的前三名工資找到 加上 後三個工資 找到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再用三名符號 把最後的結果加在一起 OK 前後三名 應該可以知道 我這邊講 那裡面其實 你可以 可以 先找到什麼 前三名的話 前三工資 你找到第三名 大於等於 第三個工資的 第三名的工資 那我要怎麼知道 第三名 這裡面排第三個 是哪一個 其實給各位提示一下 你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統計 統計裡面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什麼 叫Ludge Ludge 你不能用那個 你不能用那個什麼 那個 Max Max 最大的 不是 我不是要找最高 我要找什麼 找第三的 第三高的 或者第三大的 你可以按確定 按錯了 應該是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的那個Ludge 所以你找到Ludge 這個 這個函數 在這裡 OK 然後它有兩個東西要你提供 第一個 array array就範圍 你看array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範圍 什麼範圍呢 就是這個工資的範圍 K的話呢 指的就是第幾大 第幾 在這個範圍裡面 從大到小 排列在第3的 你就輸入3 那他就跟你講 37,400 是這個範圍裡面 排第4 第3的 OK 那如果你要排 倒數第3的呢 其實顧名思義嘛 用猜的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公式跟這個很像 排那個 倒數第3喔 這個是排第3吧 那其實顧名思義啊 你可以 應該改一下 改什麼 有Ludge 相反的詞 對就Small OK 所以很好記吧 Small 這個範圍排倒數第3 所以這一個 是排第3的 這個是倒數 第3的 第3的 如果我已經知道什麼 我已經知道那個 第3個跟倒數第3的話 那剩下來的話 我可以 把這個用什麼 3 對3 一幅 然後條件就是把 這個 大於 等於他嗎 加上什麼呢 小於等於他 比較OK 所以這做法的話就是 這邊 大於 等於 那個東西 那個儲存格 特別重要 這邊的做法 請注意 一 請你要先 做自串 大於等於那個東西 後面的話 請你end符號 一定要串 串什麼串 因為你不能直接指向他 你一定要用串階符號指到這個儲存格 才會是大於等於這個詞 那範圍的話就是這個 那SumPoda呢 SumRange 特別重要 如果你的 Range跟SumRange 同一個範圍的話 SumRange可以省略 OK 特別重要 當你要再選一次 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覺得有點太多餘了 所以如果都一樣 那你就省略 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是 所謂的那個 前三名的 加上什麼呢 加上後三名的 加 後三名的話 其實拿這個來改好了 這個複製一下 後三名的話應該是把 應該這邊改一下方向 小於 等於 哪一個呢 這個儲存格 打個勾 做出來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關鍵喔 第三的 用Range3 SumRange 但是其實 變成說 你這邊要 多兩個這東西 最後其實是可以隱藏 不過如果說 老師 可是我不要隱藏 我希望 把這個放進來 也可以啊 你就把這個Lange 直接放到 把它取代 取代這個就好了 放過去 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011 011部分的話 有一段VBA 那我是拿剛剛這個007的那個 VBA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另外007 是前後三名工資 的總計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 那個什麼 Range跟SumRange 很好